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Hello Alice 我想刚刚曾经聊到的就是你参与了这个纽约医疗方面的系统工作长达近30年的时间 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天都需要进步 尤其是现代人类线除了家庭之外 你在工作上面应该获得了不少的成就感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吸收什么 非常不像一个大海面 我吸收了所有的在这边的医疗保险的一些 一些就是新的知识跟一些不断的它的发展的这个历史 我几乎站在这个医疗 美国医疗发展历史的中间 一直跟着他 那我是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让我能像一块大海面 很饱满的吸收了满满的资源 然后我可以发假 我觉得像你的个人本身的个性就是很亲切很开朗 再加上你的一些专业 我相信除了在工作上面你认识不少的人之外 那么在私底下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 可能有的时候是陌生 但是因为你的一个专业可以帮助不少的人在预约 我相信在工作以外 因为其实我到了这个管理阶层 我是不太愿意待在办公室里面 因为在社群 因为我是觉得我待在办公室里面 就会忘记我真正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帮助一些人 因为我也是受过美国的帮忙 然后有那么多的这种一些接受的新的知识 我准备小传播传递给我们自己的一些族群 或者其他的族群 那也亏了一些跟community的一些connection 后来我把我的marketing的工作 转换到做community relationship 那我觉得这段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再次认识了很多很多社区的一些 领导的社区有重要的灯物 然后也知道我们的社区 每一年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事情才发生出来 这一方面需要 但事实上呢 你刚刚说 其实在过去你是做护士的 为什么这么一个专业的工作 对你而言 反而是你希望跳脱的呢 现在你知道在美国 护士荒多缺呀 是啊 我去玻璃清 其实我从台湾开始 我就知道我不能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我太多的那种非常敏感的对生亡 生命 我还是选择逃避 因为我想进入商界呢 或进入到这种其他的行业 跟医疗有关的 其实也在用我自己本身部里的专业 就是培养我一个很好的就是诚实 然后介绍岗位 还有有能力 有爱心 对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你要看见阳光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说面对生死的那种让人揪心 提早好像要告别的那种感觉 是因为你有无能为力 所以我想那一方面的事情就交给我们的主上帝来安排他 因为你有无能为力 我想医生也是一样的感觉 所以不如把自己的生活挑适 比较自己长自己开心 你自己开心 别人才很开心 但因为为什么刚刚这样子聊到呢 我知道你刚刚也说到在社区你认识了不少人 因为你的工作上面基本上会跟很多数字或者是条文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比较理性的 但是私底下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开朗 你喜欢交朋友 甚至于说你喜欢艺术方面的一些特质 你画的画 或者是你这个花卉方面的一个才艺 你也是有目共睹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可以来聊一下 我知道现在你除了之前在这个医疗方面 贡献了自己很多的经历之外 你现在也参与了一些艺文方面 甚至于是包括一些慈善方面的一些活动 对的 因为我在 在我做公司的时候 我在讨论里面 其实我是也付出一半的经历在这社区 我没有忘记就是看到一些弱势 像艺术家 OK像一些团体在做飞行 我也参加了几个我们Fashion Local的非中国人的一些团体 像我参加了Fashion Channel of Commerce 他们接触的范围就不广 他们也包括商业啦 也包括健康啦 也包括 我这个罗路的艺术家 这都是我本身就很喜欢的东西 也许我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重生 这些科目的原因 那我自己硕讯 知道的 这有限的 这资源 有限的这些资源 去提供给这些艺术家 帮他们申请领额 然后帮他们去完成他们的作品 让自己也是非常兴趣我在其中 那我也不会忘记 就从这么一点点时间 每个礼拜 大概两天到三天 去插个花 我还在继续学 脂肪的插花 脂肪的插花 就是日本的花道 比较有一个 我心里达到 也是蛮好的一个 对自己压力的一个初截 然后因为这样子 有更多的一个专注力 因为它让你比较专注 你会专注在 怎么样可以方便去完成帮户 同时也让自己 能够完成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两种专注 其实倒是合在一起的 会是一些帮助的事情 对啊 我看见你 这个主导了很多 比如说像 这个Farm Market 在天气好的时候 有一些植物啦 或者是有一些绘画 这个把他们连结在一起 对于我们整个的 neighborhood来说 也是一种生物 对这也是非常大的公司 我在六年前 就是有机会做 community relations 我底下有个team 叫做educator education team 就是health educator 他们也帮忙我很多 在整个厅里面 那是我跟他们讲 我需要在flush 找到一个farm market 因为flush 有些在池的上面 就是不太注重 那既然别的地方都有 为什么flush没有 我们可以有 那还可以有 这个farm market 我们也可以有 所以那时候就跟chamber 一起合作 提出我的方案 他们也非常支持 我们跟这个grossnyc 就是farm market的 这些主要单位 结合在一起 那就在2016年就开始了 green market 一个就是在maple park 然后maple park 我们大概做了事 也在中间 我们安了很多的program 包括慈姐进来 包括雅力会进来 帮忙他们申请房屋 这都是千本的一个种子 结合除了推动 我们的farm market之外 我们可以结合当地的人 一些机构 帮助社群 很容易跟轻松的 拿到一些资料 拿到一些资讯 拿到一些资源 所以整形要一直一直摆下去 到前年开始 我们觉得 大家可能 在精神方面会很紧张 那既然到了公园 为何不开放一个空间 叫做五本美术馆 OK 就是new set 没有b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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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帮助了artist 拿到bonding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他们真的很合适 不知道怎么申请 这些资源 然后藉由这些展出 他们申请到 然后接着 整个park 就开始 有这些r的婚姻 开始出来了 不管他们做部分 跳歌 跳舞 做运动 接着就是artist进出 所以说 我办了这一两年 回应都非常非常好 我办了 还是没有够面这个场地 你要去玩的场地 是非常的会 那一直搬到今年 我们从Mapel Park 因为他们现在 construction 在建筑 在组 跟扩道 我们就搬到TS-20 然后我们非常非常有兴奋 接到今年 从去年开始 我们到今年 能够搬到TS-20 那是一个更宽广的地方 因为很多的家长 带着小朋友 是 没错 然后很多人在做运动 再接着跟学校的结合 因为学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资源 怎么样教育这些小孩 从小能够健康的统持 然后接触好的 好的观念 对 对 觉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推动 今年的大概我们是7月5号 就是后天 我们是第1个人 7月5号开心 我在TS-20 他的专家扣开 那Farm Market就出来了 Yet 太棒了 我想很多朋友 如果说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那么事实上呢 我在想 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 面对生活 总是难免有一些挫折 有一些压力 那么 看一看绿色的植物 或者是动手插一盆花 基本上都是一种释放压力 很好的方式 尤其现在天气人也这么的好 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 到外面去走一走 那只要回来 我们再来聊一下 那么事实上 我觉得每一个女性 从小到大 都扮演着不同的身份 或者角色 我们是别人家的女儿 我们是别人的父母 或者是我们是别人的妻子 那么也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可能要工作 可能要在职场上打拼 那么真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三头六 对啊 但事实上呢 我们如果说 回头想一下 自己的二十 三十 四十 来至于到后来 更大的 这个每十年 作为一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我们心里所想 或者是面对的一些 生活的历练 都学无所不同 在你自己内心里面 现在会很明确的知道 自己想要的 或者是不想要的吗 其实我 对我自己这一生 我都 按摩楼的时候 坐在摇椅上 我会想着很多过去 因为我觉得 培照院满工程 因为每个阶段 都没有办法毁掉 就是每个阶段 我该阶段的事情 我都有完成 然后 该达到的事情 我达到目标 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安排 也有一种顺势的感觉 年轻的时候 就尽量的玩 因为我是觉得呢 玩 是让你更成长 这没有 而且要有这条件 因为家长不是 给你能打架的 就是我很好 我的父母 尤其我的爸爸 非常的充满我 就是 不论我做什么 他就觉得我是对等 他也说 给你很大的自信 跟support 也是ok的 好像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他跟别人就夸奖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因为我知道 一般的小孩 会做坏事 到二十岁都还会撒谎 ok 所以我就给自己 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去想 就是 在我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我纯粹就是 往我的目标慢慢前进 可是我永远不忘记 我像是走在海边的一个小孩 每次都还见 以前 每次都越见越多 越见越多 然后一方面丢一个 然后我就 营救了这个过程 我想每个生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是多一点的时间 可以营救了 我同时让我这种态度 研究给我的孩子 我说 哦 我在三四四岁的时候 比较结婚 我还是三四岁 我告诉他们 我希望你们长大 两件事情要做到 第一个健康 第二个快 嗯 我重要了 ok 那我很感激你们陪我走这一段 因为 我自己有个很好的父亲 ok 我平常愿意而跟爸爸 是非常亲近的 是 他平常跟我就是 有所有的态度 就有很多 如果我生活上的事情 而非课本上的事情 我也看了很多课外的书 可以课内的书外的 所以我跟我小孩子 有无尽的这个生活 去到永久来 可是你要有本钱 就是一个快乐 你不健康 你不健康就不快乐 你不快乐 你不快乐就不健康 这是想 想评想识 然后 任何时候 你想做什么事 你都不会把你去做它 ok 你可能这个变得很耽误了 你的经验 和下的经文 你配合起来 你可能成熟 所以我想我 二十岁到三十岁 我没有超过什么事情 我在拼命做事 那我也拼命出去旅游 去玩 然后 书面的不是那么多 ok 我反而从交友当中 去认识 人 事 那看书 我很喜欢看 课外的 ok 完全课外的书籍 然后到我三十岁到四十 忙着小孩 那跟小孩一起去外 去家庭 嗯嗯嗯嗯嗯 我们长大 陪他们长大 就那个时间 我一份力量都会给 而且我很早就带他们回台湾 那他知道这是我的故乡 可是不是他的 ok 可是他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他会有个 虽然你很喜欢他 可是你不是他人 因为你长大的 跟我的怀疑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了解 你是有这种血统 就好了 你不需要像我一样 所以他们活得比较自在 我觉得 然后我不会逼迫他们去 一定要多好的成绩 一定要多好的学校 我说你能应付的感觉 你应付不了 我不勉强你 ok 你也不需要像男生 不喜欢你 你没有那么聪明 就 就这样子 他因为有他们自己的人生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他 他跟他们讲的比较好 因为将来他不会管你 那有天我就问他说 你今天你念这个书 你学到你现在做事 你会后悔 他说不会 他说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 嗯哼 对我现在也是一样 不管我到五十岁六十岁 我想我不会后悔 因为也很白衣 就是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都能够发挥自己 对 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慢一点没关系 快一点无所谓 真的也是要看实际的事情 对 所以 所以 现在对你来说 呃 自己回头看 觉得 是自己期待中的 对 是的 好 考虑地说是的 不怪多人对 然后不怪 然后过去做的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不是我想做这样子 不过我也很满意 因为 嗯 难关我碰过去了 是个好的事情 发生我享受到了 然后帮助到某一个人 我也快乐到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 非常 非常满意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太棒了 那如果说 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些希望 对不对 人如果说 没有希望 真的 真的 我觉得 就会 一片荒 就 就像 没有根 没有一个理想 那你现在的期望 是什么 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 其实我想到就是 我们最近吃什么东西都很贵吗 对 嗯 非常的贵 吃的特别贵 没有想到干的很贵 没想到青菜味那么贵 这时候我们来到美国 就是你把想象到 真的 这么大 都会发生这种问题 好 那我再做五块 一颗白菜都要五块钱 哈哈哈 因为你去 我已经跟Green Market 商量过的时候 可能有一天我也快递了 我可以做个小 farmer 买点东西 买点耳朵 小小的东西 买点我自己身参的花朵 他说当然没有问题 你再跟我们在一起做 你做六七年 你只要把他银行写一下就好了 是 其实我想很多的梦 在你旁边 如果自己要 build 这个梦 你帮别人 build 这个梦 你帮别人 build 梦的时候 同时你自己也在做 他的一个梦 跟他一起有这个梦想 所以我认为 梦生做得越大越好 命运越好 也许不会达成 可是你总是会 有那么一天 有个小小的梦 在你旁边会实现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我就是 因为IT 所以我可以更新 对你来讲 piece of cake 太棒了 今天很开心 能够跟Alice 空中的聊了这些 生活上的点滴 不管是你专业 或者是你各的一些思维 我觉得都太棒了 希望有机会 我们下次再闭一个时间 再继续聊 好吗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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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 ok 拜拜 拜拜